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第一次來到哲五的情緒是有什麼樣子 好 請放下來了 也是不少人 第一次來 那我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哲學星期五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在台中開始有哲學星期五這樣活動 哲學星期五它其實是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可能 其實一開始是從台北開始出來 然後我們哲學星期五其實 很簡單的一個目的就是說希望說 大家讓我們透過一些溝通討論 然後彼此的交流什麼 對一些議題的看法 然後這些議題呢其實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談論的是 有關於原住民 可是其實我們的議題是非常多元的 所以其實比如說一開始我們在台北 其實沒有像今天這麼多朋友 一開始我們只有五六個人 然後就坐在那個棋樓底下 在棋樓底下幹嘛呢? 就是開始討論一些公共的 比如說第一場台北的植物 剛剛那種自殺 那我們就討論 可是我們討論就很假掰啊 然後還要拿麥克風 然後外面在棋樓還要加麥克風 為什麼經過的人會聽到說 這麼多個人在幹嘛 在講什麼事情 然後經過就會停留下來 然後就看到這幾個人在討論這些 是還蠻有趣的 然後加入 所以每個禮拜五就固定在那裡 然後越來越多人 然後像現在只在聯繫 在台北 在包含我們在台中 在高雄台南 都有不同的地方 開始做這個正確星期五的活動 每個禮拜五晚上 那台中也是一樣固定的 一個禮拜五晚上 我們七點 就會在好辦這個地方 那開始我們一樣有不同的人 比如說我們台中的哲務 也是有一群志工 然後去organize這些活動 就是我們去安排 所以每個禮拜五要談哪些議題 那所有議題呢 你可以談得非常的多元 非常的廣 非常的活潑 有彈性這樣 所以比如說我們今天要談的是 原住民的問題 那我不知道大家對原住民的議題 了解多少 可是不管你了解多少 了解得深 或了解得淺 其實都可以在這裡討論 因為哲務最大的一個目的 很重要一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不是來這裡做學術研究 做學術研究你就回去大學裡面 然後回去你的研究所裡面去處理就好了 那在哲務這樣的一個公共論壇 其實我們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不要太過於引經據點 那個因為你講哲學 那個什麼沙特講了什麼話 然後又有什麼 要談啟蒙嗎 還是什麼 我們沒有做這件事情 我們沒有談這麼的學術 那我們希望說大家盡量透過 淺顯易懂的溝通的方式 然後把我們生活當中一些議題 可能這些議題其實就發生在你我周遭 就是它背後有一些公共性 我們必須要去處理 它可能會發生一些問題 那面對問題我們討論之後 我們也沒有提供一些行動的解決方式 然後去實踐它 把一些問題把它解決 那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哲務 最大的目的就是不只討論 討論出來我們會嘗試說 也許你今天的活動回去之後 你會有想到我可以怎麼做這件事情 開始有對於行動的想像 這件事情就很重要 那我覺得這也是哲務最大的目的 那其實哲學星期五 我們有一個很傳統 這是傳統 就是說我們哲學星期五 比較特別的一個操作的一個模式 因為有一些朋友第一次來 那我們哲學星期五必須要 希望現場每個人都可以自我介紹一下 每個人都有機會拿到這支麥克風 稍微自我介紹一下你是誰啊 你來自哪裡啊你在做什麼事情 或是說談談看你為什麼想要來參加今天這場 原住民的這場活動嗎 什麼都可以談 還是說你想要在這裡徵友的也可以啊 然後徵人的 就是公司有缺人的啊 還是說你們有什麼 你們來自於另外一個什麼NGO哪一個團體的 你想要叫大家來參與你的活動也可以 希望每個人都有這個機會 每個人都可以拿到麥克風 所以這舞台是屬於大小的 不是只有屬於有前面的講者 好 那接下來我想說我就把麥克風交給大家了 每個人有十秒鐘 每個人有十秒鐘都機會可以自我介紹 你可以多於十秒鐘一點點沒有關係 你可以如果覺得你有比較多話想要講的話 那就多談一點 那也不要超過太久這樣就好了 那或者說把你對於這一 今天的一些議題的想法跟大家談一談 然後也許也讓我們今天的講者他可以知道說 原來其實我們裡面握武藏總統 我們是一位最老剛才知道原住民喔 結果其實你們都是專家嘛 不可能嘛 所以你們也可以表達一下你對議題的想法 因為我們等一下講者講完以後 還有一段這個QA的討論時間 你可以繼續來講 那可能也許QA討論時間 你覺得時間有限的話 其實你趁自我介紹的時候 就多談一點你的想法 那也可以 在第一階段其實就已經給我們的講者有一些回饋了啦 那大概先這樣 我從最裡面開始好了 那個躲在廚房那邊的人 先開始來自我介紹 然後 來 來來來 讓大家看一下沒關係 然後麥克這個 這個眼睛 哈囉 我叫陳一玲 然後我是 我是 現在是就讀台中科技大學 然後今年暑假我就來好辦實習 對然後就在這裡可以看到很多活動的一個開始 然後就遇到很多思想不一樣的人 第一次參加哲學星期五嗎 嗯 所以之前有聽過嗎 有 有喔 好那歡迎那個我們好辦的實習的同學 這樣 好辦好玩嗎 要不要介紹一下好辦 好啊 好辦就是一個共同工作空間 那我覺得這空間只是一個開始 然後我們在可以 我們在這裡可以匯集很多思想 然後很多人才 然後藉由我們的交流 然後達到更多不一樣的創意的開始 對然後我覺得好辦 我覺得在這裡就是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對就是一個希望的發源地 好 好所以其實我們這個折五的這個空間 其實就是好辦共同工作空間 然後我們其實很感謝好辦也提供我們這麼好的場地 然後可以每個禮拜我們在這邊有很好的激盪跟交流 然後產生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好那謝謝 那接下來兩位也是好辦的代表 大家好我是好辦的佩奇 然後就是我們其實這三個禮拜一直在重新的 這個分別很空斷 因為一直在調整軟體跟硬體的東西 所以我們即將在下個禮拜的晚上會 有一個什麼好辦夏季新裝發表 所以我們會發表我們的十大建設 就包括什麼轉向經驗能徒展授櫃 然後包括什麼官方網站啊影片啊 然後什麼嶄新的廚房啊 嶄新的二額工作空間等等 所以如果大家下個禮拜一的晚上有空話可以來參加 然後那天就是都是免費的茶點 然後我們的茶點會用一些 甲醋櫃上面的青年農夫他們的農產品 來做一些茶點可以來吃 換大家來 大家好我是家園 然後跟佩奇姊在見證後面 然後就是有關於甲醋櫃部分 就是今天是市賣市賣版 就是有點 天啊 然後就是甲醋櫃農夫 這個主題其實是因為我認識很多青年朋友 他們可能回到谷林或大南谷 或是各地的地方 然後他們去就是回到在地 然後去種 或者是泥或是香草或是玫瑰或是 做公平包圍的咖啡等等 然後我們就希望能夠 因為剛好好漫有哲武這麼熱門活動 然後也在一居火車站普通 所以就希望藉由這個空間 然後幫你們做一個就是 即賣的一個展送頂 所以大家如果等一下有空的話 都可以過去就是看一下 不過這大概是完成度大概只有30% 然後大家可以下禮拜一晚上說來 就會有一個不一樣的視野這樣 好 那其實很歡迎大家除了禮拜五以外的時間 也來到好辦這邊 然後可以來參與他們的一些其他的活動 好 那 接下來 來 那個 這邊 大家好我是余晨 然後 我是人類所畢業 但是我不是也對原住民專家 但是我覺得 大家都可以有自己對原住民的想像 對希望大家可以聽到等一下大家的想法 謝謝 余晨也是我們哲武的志工 大家好我是小禎 在中興大學就讀文化創意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這是一個系是不是 是 新的系 新的系 所以你們都研究哪方面的文創 我們一開始是從文化跟歷史開始 然後慢慢到社區跟文創 對 那為什麼會來參加這場原住民的議題 跟文創有一點關係嗎 本 因為 主要是因為一開始關注哲學星期五的活動 從上次那個黑熊開始 然後就是這一次新的原住民就是我也是有興趣 因為我覺得原住民他們的文化是很值得 就是大家去了解 因為他們文化很美麗 而且他們的故事也很就是有趣這樣子 對 好 歡迎喔 以後可以持續來的 自我介紹 十秒鐘 好 第一次來 你就來個部分 對 因為你比較晚一點到 我們都要自我介紹一下 好 我是艾玲 那我本身是自由業 那目前是做銀飾品跟雕塑以及設林這幾個 銀飾品是什麼東西 銀飾品 銀飾 對 公益的部分 對 那 最後其實跟原住民的部落有一些特殊的緣分 以後 就是後來有一些創作計畫 那本來也對原住民的文化非常感興趣 所以就剛好有一個緣分可以來參與一下 多了解 對 好 謝謝 各位好 我這是第二次來 上次也是那個學懶的問題 那關於原住民這樣子的問題 一方面 我在你們是不是這麼認為 很多人都覺得 我根本就是長得像原住民 因為有一次我搭基層車 那基層車司機他本身就是原住民 他轉過頭來就跟我說 欸 你是哪一族的 我就問我一下 我不是哪一族的 然後他就說你掃騙了 為什麼不說 我說可是我知道我不是 不過後來我想我應該也有原住民的學校 台灣 絕大多數人拼不住 我想這個應該都有這個學校 那尤其呢 因為我兒子他還在做關西拉雅 他們那個母語那個附陣的問題 他還在做這個工作 所以我相信 無論如何我應該是有原住民的學校 那另外一方面是因為我在家庭教育中心當主工 我們在做一些外訪 家訪的這個時候 會接觸到一些原住民的家庭 那我發現在這方面 我真的是很需要多學習 所以請勵大家就謝謝 合教的你的證書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小紅帽 那我是哲委的自公 那今天來原住民剛剛我想試 但是我是因為我未來學生的原住民 對啊 阿美主 因為我要去讀來教書文 對 然後 我就在思考啊就是 而且我來教國文 然後 我要帶著什麼樣子的身分 站到那個講台上 然後又是一個他文化董味的東西 然後去教訓他們就是要好好答應 我覺得好矛盾 我教是國文了 那其實我覺得好像不應該這樣子 然後對啊 我可以這樣站上去 然後就說 就是把他們洗腦成漢人這樣嗎 他們在學那個第二外國語啦 喔 對 欸 所以我以後可以說我在加外語喔 對對對 所以你去到那邊 你是外國人 你是在外國人 叫第二外國人 但是我就覺得 這一個我一定要能了解到底 對啊 我應該要用怎麼樣的角度 然後去站那個講台上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我要來徵求 這裡有沒有洗腦的很大 面膠 對啦 我要拜託有人幫我面膠一下 這個 好啦 我們追悟的功能也很多喔 還在 你看 我就說你可以介紹所有的東西 夾個麵條也是都來吃 我會送那個 很特別的辣椒馬鈴薯 幫我面膠到那個 醫院高中門口 跟一個鄭姐 好 所以等一下那個 鄭姐姐會做麵條 等一下是我有那個來自西圖的朋友 請記得來跟小紅帽接起來一下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那個 劉璇 我是在台中這邊當那個替代 之前已經來過 對 之前已經來過折五兩次了 今天是幾三次 什麼樣的替代 那個農業工藝 農 什麼 農業工藝 農業工藝 我們下禮拜也要談農業 所以下禮拜也可以進來 我們外面的朋友也可以進來 這邊都還有位子 大家好 我叫梁香師 我是台北 禮拜五的志工 禮拜五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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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如果你們覺得 我如果務時間在缺乏 所以如果你覺得我 如果有時間 拜五志工 禮拜五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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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六志工 禮拜五志工 剛剛佳瑞大哥介紹我們哲舞志工團隊 其實你可以看到我們有哲舞的志工其實還蠻多人 就是每個禮拜五 不只是禮拜五包含平常 其實我們每個禮拜在做策劃一些主題 都是由我們志工來主動來策劃來找 比如包含今天的主題也是 由志工自己來發想說我想要來談什麼樣的議題 然後最後對我們加入哲舞志工的團隊 然後每個人能貢獻自己不同的專程 然後在自己有限的時間裡面 空閒的時間裡面來做這件事 然後毫無壓力來做 然後不要給自己太多壓力就可以來做 完成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當然我們也歡迎大家 然後可是如果大家覺得說 還不知道要清楚要自己做什麼 那最好的事情就是說 多來參與幾次哲舞 你只是來單純的當一個聽眾 這樣也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也不一定說的 非得要給自己一個怎麼樣的想法 所以我一定要做了什麼事情 聽眾也是很OK啦 但是也歡迎大家可以覺得說 你對於這樣的活動啊 這很有趣 你也想要去策劃一些東西 或是想要投入一些哪些議題的發展 那歡迎來參與哲舞志工的團隊 好 大晚安 我是樹蒸 樹葉匪蟹的樹 頭角針統的針 那我是中興臺文所畢業的 所以我可以確定就是中興有文創這個科學 很好很好 然後其實我從大學開始一直到研究所 我所定的討論的主題就是一直在原住民 那上一次不小心就錯過那個肉肉的演講 所以我這一次就提早到了 那原住民關我什麼事情 其實是我從大一開始結束這個議題之後 大家會一直跟我詢問的 因為我來自南投 但是依照目前現有的資料可知 其實我不是原住民嘛 就是跟剛剛那個大姐一樣這樣子 那大家都會問說 所以原住民到底關你什麼事 然後我就想說喔對啊關我什麼事 可是這樣一路走下來也是 就是不小心得到了一些原住民長輩的疼愛 然後給予了一些名字這樣子 那我就是一直覺得 反正他就是關我的事 所以我就來了 然後另外一次我想要跟那個 這位小紅帽志工說 就是其實我去年到 胡蘭去當志工的時候 有衝擊到他剛剛提到的這個問題 就是我認識了一個小男生 然後他母語講得非常的好 因為他跟他阿嬤住 然後我們去參加母語CG比賽 就是因為他講得太好了 所以我們就得到了第二瓶 排東線第二瓶這樣子 可是他的國文程度非常差 就是說 民主的媽媽告訴我說 他現在才小一 可是他已經幾乎有點想要放棄他的國文了 因為他跟不上 他沒有補幼稚園 所以沒有學過噸噸噸噸的 他只會講母語 那他到學校之後就是過得不快樂這樣子 所以我不曉得 那個小朋友也給我很大的衝擊 那就是可能之後老師也會看到更多的意思 那希望我們在突然也可以遇到 謝謝大家 我們要幫大家哲學經濟武在台東 可以來有一場 大家好我是立璇 剛從彈化作我身過來 那我今天為什麼會過來這邊聽這個專題 因為我在學校裡面帶課 那有的時候我會講原住民方面的事情 這樣很開心 但是欸 能不妨呢 上面有個小朋友就劈頭 一開口就問我說 那原住民是關我什麼事啊 為什麼我要在這邊聽你講這麼多這個東西 所以我想說我可能沒有辦法說 說服很多的小朋友來關心這些問題 然後今天想要來這邊再聽聽看大家怎麼說 謝謝 好 希望大家今天回去齁 都可以跟你的親朋好友 原住民觀是什麼 是的 大家好 我叫陳真行 然後 呃 來自我很多次了 然後我回應一下小王冒這個問題 我在當兵的時候去當營餐 然後 你要講一下餐醫是什麼 你都沒當兵啊 對不對 是管什麼 營餐醫的話就是 鋪著整個營的人士休假 各方面的資料 包括內勤的工作都要做 然後 內務評理啊 各方面 然後因為我有帶過那個 原住民的新兵 然後 我帶的時候要跟你們做 因為第一件事情要叫他們做那個 資料 可是我遇到不會寫字的 而且一次就三個 這對我衝擊很大 然後又 他們又要寫字專 那我怎麼辦 好好寫 可是他們的母語講得很好 我真的他們母語講得很好 可是真的都會寫字 對 我只能用問的 問的幫助 這樣子 好 那我 或者是幾歲說真的 我對原住民的 不是很了解 好 今天來聊天了解 謝謝 大家好 我叫陳律 如果今天會來這個議題 因為我本身就是原住民 應該看不出來 對然後 我也看不出來 呃 我有碰到學 對 但是整體來說 我原住民真心的啦 對然後關於那個議題 我覺得其實真的很微妙是 你中文非常地好 對 但是不幸的是 我曾經都很非常地好 有成績 對 但是家裡為了人會要有教育 中文是可以可以 然後沒有人說 我用力懂懂 我大概其實很重要的 對 那現在 現在好一點 我會聽 為什麼不太是沒有人的發音 因為其實語氣的發音 是很一樣的 對 那我其實今天還很驚訝 好像要 怎麼我的原住民同胞 還能推測一下啊 嗯 說不定你不知道啊 他們是不是沒有自己 表露自己的身份 對 希望大家 像我一樣 永遠的 所以我是原住民同胞 謝謝 各位大家好 我叫家圓 然後我們職業室 室內設計 那 今天會 主要來這裡是會 我老婆 室內住 對 對 那是關注我的事情 然後 我之前在普遺的時候 我是做農業 有機制裁的方面的工作 那 接觸很多原住民的通報 然後 想看看 別人 別人口中說的原住民 跟我眼中看到的有什麼 原因 你就這樣知道 希望之後 我們沒有談原住民 所以也查他 對 大家好 我是很高 然後 我雖然就走在體地 可是 我的 在我居座附近 其實我還蠻 像是比較高居座的 原住民的居座 然後其實我也不是很確定 因為他們其實本來不是 就是我家那裡 可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把我家附近 就是原住民的人 可是 是我小學跟國中的時候 結束很多女生的同學 但是 到我長比較大之後 我長得還說 好像是 就是沒有用一個比較 我覺得比較 適合的方式 去 去對待他們 是有趣的這些事情 所以 我也有一點 疑惑 所以 就來這一次 好 大家好 我是亮雲 之前我來波澤 我一陣子沒來了 然後就 想很快來 然後希望 接下來都可以 每個禮拜都來 謝謝 放暑假 對 比較可以有空 大家好 我是怡婷 然後我跟亮雲 一起來 然後就是 原住民就是 因為 我喜歡的偶像是原住民 誰 妳的偶像 宅宅 宅宅 對 宅宅是誰 宅宅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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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 那剛好 張士豪 那 會來這邊原因 即使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好像禮拜五 晚上就有一種 莫名的吸引力 就好像邪邪沒事 就過來這裡 戳戳冷氣 大家要講一下 這個原因也不錯 就單純 來摺五 來缺個冷氣 對對 對 準備很好 那剛剛說 摺五的話 可以旋轉一些其他事情 因為我 我 上一次來是兩個禮拜前 然後我上個禮拜 兩個禮拜前來的時候 還是上班族 那我現在 現在的話 我已經是在加班旅程 因為我大概上個禮拜 包含卡 排除掉了 對 那如果大家有 在前多市場 離家近的工作 可以盡量來我們 好 現在摺五也要開始 扮演104的力 然後想說 對 第一次這樣 嗯 大家好 我是高文族 然後我 我因為比賽 所以還蠻多 我禮拜五有來 然後今天 比什麼 嗯 一個次高的比賽 就是次高級目的比賽 哇 這麼厲害 下次來談一下吧 然後今天就是 下午再要比賽 然後今天就放假 然後就想說 就來一下 然後結果 來三次 兩次都一天 一年就自己 呵呵呵 呵呵呵 就這樣 好 好 大家好 我叫佳悅 那我的 來自南投 那我今天 剛剛聽到前面幾位的分享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喔 因為 我在97年到99年之間 我也是在台東當替代義 那我的學校是在新港國中 台東新港 在成功證那邊 那兩年的時間 因為也是 也是跟原住民的小朋友 都接觸 所以 基本上我上一次 有稍微分享過 就是 在那邊的生活文化 會讓我們有很大的衝擊 就是我一直用大文化的資料 在 教育 我們原住民小孩 那 那時候 我曾經提出 有一個想法 就是 能不能讓原住民有一個 原住民自治區的空間 那時候很天真啊 不過 依照我們台灣的 那種體制來講 就是一些些客人 那我覺得就是 想辦法讓 希望我們原住民朋友 在台灣也有他們 屬於 他們一個可以 鼓勵生活 生存的一個 方式 跟空間 這樣子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哲夥 然後 這應該是我第一次 來這個行星 算得這麼厲害 都 第五次都算得出來 對對對 那應該快算不出來 我希望你有算不出來的時候 對啊 那其實原住民 關我什麼事 是我的基地原住民 他是我的朋友 因為我招住了一位 好罵琴 他是一個原住民 那 我有去過他家 那 有時候我在高中上的時候 偶爾他是帶小米酒 那 那 對 那也是我第一次喝到小米酒 咧 那 那再來 因為我本身的背景是 開運作 不是 不好意思 開運系 那我是中山一團 然後我本身 蠻喜歡打文學 尤其是在原住民學的部分 那 我覺得我從文學裡面 其實學到很多原住民 而且思考我們的實力 那我覺得這部分 其實跟我們 漢文文學 是有蠻大部分的差異的 那我覺得這個 所以就是欺負我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 漢文的生活的話 都蠻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這部分 非常有趣 謝謝 大家好 我叫蠻大華 然後我 剛從東海到學 視頻科學所畢業 然後現在 準備要訪問 那我就想說 正現在有空的時候 多晚的時候 我覺得很幸福 今天會來 聽這個 因為 就是 因為我們對原住民 有時候都會有這些 刻板印象 或者是 不了解的事情 然後反正就會 覺得說 就是比我們的 腳踢去看 有進程是怎樣 那實際上 就是 不是真的那回事 所以 就想說 來 來聽聽看 然後 就今天我就 把我朋友帶過來 一起聽 謝謝 希望大家以後 一個拉一個 然後我們就看說 以後 我就不會問說 大家第幾次 我就直接幫大家 頒發那個藍傳集的獎狀 大家好 我是育成 如果你是做 國軍導力的工作 今天是我第一次來 哲學的心情 之前主要是從 中居再成的基地 知道好玩具 這個地方 進而想說 可以自己 嘗試看 自己看的正確心組的活動 然後今天 對這個原住民的領域 並沒有說 特別了解 今天主要是抱持著 學習的心態 去了解 莫苦昌龍 好 大家好 我是余欣 然後上班 然後我也來蠻多次 然後這幾個一篇 蠻同意 就是說 原本在哪裡 開電影商店 然後 這時候就有一些人 透過來說 這是哪裡人的事 就讓哪裡人 自己決定不就好了嗎 可是這時候 我又看到另外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 有一段文章寫 他說 如果大家都覺得 難民章寫 電影商店 就是他們的事的話 那為什麼 何非他要不要開 藍族上面 不是他們自己決定的呢 對啦 其實應該是說 如果我說 小七要開在哪裡 先不要這樣 小七要開在台中 要不要台中 對不對 那我是校長 然後我是第二次來 第一次上一次是在那個 彰化院彈結晉的學校 然後我也是看這題目想說 之前你親吻我好像在講台語 我之前想要做表演的學校 好 大家好 我是陳泰 然後我是中興大學一次關手術學生 然後今天是 今天是第一次來 所以我朋友帶我來一份 然後原本我今天晚上要打球 不過現在非常被感謝他 就說嘛 你的命運是在這裡 你不是在求償 所以大家 大家好我是吻怡婷 然後就是我第三次來的 就是這個議題 對我來講最大的感想是 其實我爸非常的討厭援助 然後我一直在想說 可不可以讓他不要那麼討厭助 你再帶他來 我想這麼直接 他應該服藥進去 我也很直接啦 對不對 我們都很間接的來講說 關他什麼事 大家好 我是小怪 今天應該是我最後一次來 最後一次 我下禮拜要去高雄了 我們哲學生育部有在高雄 對 所以我以後可能參加高雄的職業 然後如果高雄有什麼工作機會 然後還可以 好 有回台中還是可以來 不要做最後一次 哦 我們千萬不要跟任何人講說 這是什麼最後一次 然後 然後 因為我本人很喜歡那個 突然跟輸命 所以 原住民應該跟我有關吧 是不是 大家好 我是Channy 已經來滿多次了 還有幾個月 很開心 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好 很好 大家好 我是陳理昌 今天是第一次來責務 可是我一遭症狀很久了 因為我的朋友很常來 嗯 嗯 然後 因為這裡原住你們的議題 嗯 真正很多有訴訟 可是不知道要從哪裡 去真正的關係 所以想說 就想說有關係 謝謝 嗯 不是 他朋友 就是要謊言 你們怎麼害起來像姊妹啊 有人這樣講 大家都這麼說 你把媽還這麼說 哈哈 我們已經來很多次了 但是最近就 有一陣子就要來了 所以已經高興又回來了 大家好 我是陳偉廷 我東辰 陳偉廷 就是一陣子 你不懂 好 好 好 我是基隆介紹的時候 大家都會有很大的反應 所以我 應該也是要從那個 318之後才有這種反應 身為一個 準備進入教育工作者 所以還是要跟大家解釋清楚 我以為各位超前的題 讀音不一樣 視野不一樣 很好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叫王忠祐 我是跟我們Herry一起來的 然後 他想說有一個議題 然後 也蠻好奇 這個議題 可以 給我們什麼啟發 所以我最好抱歉 還在聽一下 啊 朋友呢 好 好 好 那我自我介紹 好 這是我們的攝影志工 那個我是蘇慧 我是蘇慧 妳是九月次工 然後 因為 在這裡也是剛好有一點事情要宣傳一下 最近我們成立了一個中台灣公民名展開放 開放式策展平台 很長的名字 我們最近 搞了一個 說搞好像蠻奇怪 我們最近策劃了一個那個小農紀錄片影展台中場 然後 從明天開始 明天下午2點 是看幕片是柯慶元導演的黑 然後黑之後景天的有陳宇導演的田 這兩部影片呢 講的都是關於農地污染的問題 然後在晚上 明天晚上的時候 有一個很棒的這個素人紀錄片 牛糞 是中國的一個一個髒區的物理 然後他第一次拍的紀錄片 但是那個畫面很深 他是一部我覺得很厲害的一部紀錄片 然後7月27號這星期天呢 有兩部關於原住民部落的 小農復根的紀錄片 所以關心原住民問題的朋友 也歡迎你們一起過來 然後兩部紀錄片分別是 桃園 桃園部落 我有點忘記了 不好意思 原鄉蘇美 還有那個台東的 碧秋的 盧拉克斯 然後在英後座談的部分呢 我們邀請到那個 原住民主學院促進會的秘書長金慧文 來跟大家談一談就是 原住民他們在生產跟銷售這個部分 原住民部落的一些遇到的困境 跟遊行一樣的一個展望 謝謝 好 所以歡迎大家齁 來參與這個影展 那外面也有連那個小農影展的一些宣傳的海報 下星期也有 對 後面那邊還有嗎 有 沒有 自我介紹到 我們還有兩位 我們折舞 是不是 大家好 我是Hana 我站在這邊就不會跟他 就是 我 我自己大學也是台灣系畢業的 所以我今天發現有好多 也沒有好多 但是蠻多台灣人 其實蠻開心的 因為我的學校 靠近嘉義跟台南縣西大洋連 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機會可以進部落 我自己人想 那越是觀察就是越是怕說 其實我們很喜歡原住民看世界的方式 包括神話 或者是他們對待大自然的方式 都是看人比較少會看到的 可是越是接觸就越是覺得 我們是用什麼樣的角度在看原住民 就是這樣講說 我好喜歡原住民文化這件事情 那我 越是接觸越是覺得 應該要好好地 小心地細緻地去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想要來看看就是 在經營一個傳播原住民知識的人的身上 他們應該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操作 或者去傳遞這個態度 然後我還要回應一下小紅帽 就是不是那個議題是 我是西藤人 然後我是十月畢業的 我可以幫你面交 接下來我這裡 我現在是折尾自動 好 還有哪一些朋友還可以自我介紹到的 來這邊裝裡面 來簡單十秒鐘 好嗎 對 大家好我是漢陽 然後現在在講總議室內裝修 然後我們家的那個東城行 有請了兩個水土 從就是政府的計畫 民視高的計畫 一個住民年底蠻有名的 就是一個月補助十倍的那個計畫 其實因為是雪族制 所以人家是一個 想要讓這個資方 像我們這種資方 在多補貼他一點錢 然後我們都要讓他很夠 有好的生活狀況的人 那這不是重點 是裡面有一個選服是原住民 他跟我用說明是其實就是年次 然後是花年 然後我剛主要想要說 原住民碰到的困境 他不會講原住民話 然後他有享受過原住民的補助 但是他的學 求學歷程是沒有完成 他活在大學就做學的 實際上表達是說 這些補助上是有提到 原住民過補助不需要這些補助 但是他們自己 因為我跟他聊過一點 他除了補助以外的 跟他經歷的方法 他自己也沒有想過 有什麼方法跟他經歷的方法 如果這這樣子的狀況 在想原住民的話 他不知道畢竟跟我們 看能 好就是要做人 要分的話 畢竟是一體兩面的啊 我們或許也不知道 我們有什麼方法 除了補助以外 或者是 可以讓我們增加競爭力 來幫助這個原住民 不是一個一體兩面的問題啊 因為連個住民 或者他也不清楚 知道他需要什麼 所以 如果能夠更正是原住民 是不是可以也讓我們 來通過的人 可以告訴你身邊的補助 你們或許需要 怎樣的想法 或許多人 或許多人 大家好 我是哲語記者 那大家好 我是那個 政治系畢業 我叫原住 就是最好 我是台北以前在台北 也就是說 過過很多場的節目 然後聽到台中原這個活動 就是那個 情趣的 在哪裡聽到台中有聲音 就是在外面 在外面了 他怎麼進來了 他說要說個音樂 他記得要叫他進來 大家好 我是志忠 我是在普通工作這樣子 然後就來聽聽看 就證明到底跟自己有什麼相關 謝謝 好 好 來這邊 讓他來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叫林樹河 我很關心萬職人 我也很關心 土耳作人 對 因為我跟萬職人問我說 萬職人怎麼樣 還有什麼事情 他說我比萬職人更加萬職人 所以我今天看這個音樂 我感覺很好 其實很久就想要來 然後就稍微把他扁了 扁到廚門 好 可以到這裡一廚門給人 對 好 好 好 來 還沒做我介紹嗎 簡單講一下 大家好 我叫王婷佑 那會關注這個議題 其實是我在念書的時候 我參與一些國際職工的服務 然後那時候是到太平洋的島嶺的南州 那邊也有一些所謂的原住民 那其實因為行前都會做一些準備 因為就在準備的過程中 會知道說 其實在一些外來文化啊 然後一些 甚至是包括政府的 也是有一些干涉的情況下 其實好像有一個地方的原住民的 都是收到很多有利的誤照 那我才回頭過來看 才比較知道 台灣的原住民的狀況 其實也不是獨特的 其實都是一樣的困境 那包括我自己是從事醫療 相關的服務 那所以我也比較關注健康這個領域 那原住民的酗酒的問題 常常是被大家在關注 那你也就是想要幫他們戒酒 想要就是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而是社會的問題 加碰的問題這樣子 可是好像都沒有一個很顯著的一個 的成效 那其實你去看後來也發現 其實包括加拿大 澳洲 很多地方的原住民也是一樣 他們在到現代社會工作的時候 也是一樣面臨了很多的困境 也是有很多的酗酒的問題 所以我後來就慢慢越來越覺得 就是雖然我周遭沒有 沒有真的什麼原住民的朋友 但是原住民就是 他的問題其實就是 能一個人高多的息息相關 其實原住民是一個全球性的一個議題 那因為其實在不只是台灣 目前如果你進去聯合過 我們在一起也看到說 原住民的人權問題其實在 它算是一個像在國際上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包含你看到加拿大 包含美洲 北美 南美 然後包含其實在整個東南亞也是 我之前我也在那個 因為我從事有關美甸的一些議題 然後包含像美甸它有100多次族群 少數族群 那其實也有不同的一些 人助理的族群的問題都存在 好 大家好 我叫品倫 然後今天也是第一次來 那 我們其實就是一直有在關注一些社會議題 那今天算是知道這個地方 然後剛好那個工作最近比較清閒 就來這邊聽一下 那跟原住民的話 因為我之前是在台北三寫他們念大學 那那邊有一個三陰部落 那那個case就讓我覺得 我們當時在那邊念書的時候 好像都會到他們的那個 政府給他們那個國宅的地方 就會覺得既然有這個議題 那想就是再更了解一下 原住民的這個議題 好 我們希望以後你工作可以越來越輕鬆 就可以常來這樣 好 各位 那個 隨便都可以 你要坐著站著就可以 那我是傅伯勳 然後 目前在管理公司擔任專案企劃 那之前有來過幾次 然後因為前陣子 工作比較晚就沒有來 然後 今天來是 算路過吧 因為外面就下大雨 我們也歡迎路過 沒有啦 跟中正義分局的態度不一樣 我們比較歡迎路過 沒有沒有 就是其實我對原住民這個議題 也蠻有興趣的 然後 其實我 我就是 不覺得它是議題 因為我自己都沒有搞清楚 就不太發生什麼事這樣 就 因為 以前到現在有認識很多的原住民 然後也曾經去 原住民部落去 表演過 然後去 你去表演喔 對 那你要表演什麼 給原住民的朋友看 就唱歌跳舞之類的 對 反正就之類的 對 所以就覺得原住民很熱情 然後就 跟他們相處很開心 所以就 覺得蠻有趣的 就想說我今天來看看 對 謝謝 誰沒那個介紹到的 有沒有 剛進來 這邊沒有 我們那個 俊仁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哲武器工人 這麼簡單 來 大家好 我有拼補組學長 Docas 對 好 拼補組學長 能清楚自己 從哪裡來的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的 每一次我介紹到的 都有啦 OK 那我們其實 就準備 那今天的 正式的 要由 我們講者來 來 談說 到底原住民 關大家什麼事 那 少期到了 要不要今天 可能不會討論到 可是 我們至少要先了解一下 那你對於原住民的一些 基本的 看法跟想法 那你對於原住民 你能了解到多少 那 今天呢 我們先由這個 我們主持人 也是我們哲武的志工 高嘉義 高嘉義老師 台中立中的老師 他會來主持 今天的這個活動 包含 待會兒的 QA的討論時間 然後把那個廣告家 的 那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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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